自安平穩 交通顺畅 民眾安心 新年快樂 警三分局及派出所等內外請主官官們高喊春節三大任務 誓言要讓民眾平安過新年 快過年了 基隆市議會副議長楊秀玉 特地以基隆市警察局第三分局 基隆僅有占第三辦事處主任的身份 親自到三分局製政紅包 給三分局轄內大約160位員警和工作人員 感謝也肯定大家在春節春安期間的辛勞 為員警們加油打氣 提振士氣 由分局長以及各組組長 隊長和派出所所長們代表收下 我們的鄉親一定要支持我們警察同仁 警察真的非常的辛苦 他們的工作可以說是包裸萬象 不僅限於這個治安跟交通 包括我們這個左鄰右舍需要幫忙的部分 可以說他們都是不遺餘力 所以我希望我們相信要鼓勵他們 讓他們為我們地方把關 謝謝大家 第三分局分局長也代表三分局全體援警 感謝楊秀玉以及警友站第三辦事處的慰勞 我們感同身受修育主任他平常跟民眾的互動 包含他不做作 包含他很自然的跟民眾參與 而且把民眾的任何一個小事都當作大事去看待 所以這個對於我們警察的工作而言 讓服務的導向的話能夠做得更貼心 其實從主任的身上我們學到很多 這邊我們也要提醒民眾 在新春之際務必要注意交通的安全 如果到市場採買也要注意自身財務的保管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道